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 和朋友讨论某某食物哪家最好吃 结果意见不合 有人出来打圆场说 口味是主观的 叫你们不要再炒了 但是口味真的是主观的吗 我们对于食物的评价 难道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依循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有时候还真的不可以 今天就让我带大家解析 口味与品味的关系 最后还会教大家 怎么避开坏品味的陷阱 培养好品味 Hello各位Foodie 我是Liz 好久没有做美食家的主题了 而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 但未必深思过的问题 就是我们对于食物口味的评价 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也就是说我们觉得食物好不好吃 纯然是主观的感觉呢 还是也需要客观的标准呢 会想探讨这个议题是因为 诶 我出新书了 这本书叫做例子关键词 2 美食家与美食评论 而口味的喜好是不是主观的这件事情 是书里探讨的一个主题 所以呢 这集影片也可以搭配我的新书来享用哦 那我的新书探讨了美食家的养成 和美食评论的门道 爱吃的你 赶快买起来吧 那回到影片主题哦 为什么我想探讨口味是不是主观的 也是因为身为foodie 我总是爱跟人讨论什么东西好吃 或是哪一间餐厅的评价如何 但是常常会遇到意见不合的状况 例如说 每年端午节一定要炒一次的南部粽北部粽 我是蛮喜欢北部粽糯米跟配料线一起炒的做法啦 我觉得比较香 但是南部人却喜欢批评北部粽糯米是3D油饭 或者我超爱吃乌鱼籽那个鲜美又软糯的风味的 可是我爸爸却很害怕 觉得很腥 又或者 我很喜欢的一间米其林三星餐厅 却曾经被网红批评为 人家请他去吃也不愿意气吃的 难吃等级耶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呢 口味的喜好一直是人们最爱争论的一个话题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最棒的 就像我们谈论起自己喜欢的电影 自己喜欢的歌手一样 总是想要帮他们护航 然而 有关食物的口味 常听到一个说法是 口味是主观的 青菜萝卜更有所好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吵了 大家都对 可是 真的是这样吗 我每次都默默的不以为然 因为 如果口味完全是个人主观上的喜好问题 可能会因此出现一些诡异的状况 比方说 有人声称他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汉堡 就是麦当劳 我没有对麦当劳补尽的意思哦 但是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吃的汉堡不够多呢 他当然可以正正有词的说 我就是喜欢麦当劳 口味是主观的 但你应该会马上想要举出几个 汉堡更好吃的例子 并且对这个人的汉堡经验值 打上一个问号 那这边呢 也顺便欢迎大家留言推荐 你自己吃过最好吃的汉堡哦 那我想说的是 单纯以个人主观喜好来评论食物 有时候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可能会落入 坏品味的陷阱 那么什么叫做坏品味呢 我们首先得搞清楚 品味是什么意思 而在哲学史上 审美的品味 可是经过一番主观与客观的辩论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品味这个词 在英文里面称作 taste 这个字啊 其实不太好理解 因为它一方面代表字面上的意义 就是舌头感知食物味道的方式 另一方面 它又有某种隐喻 当你称赞某个人品味很好的时候 你未必是在讲他的食物喜好 而更可能是在赞同他的穿着打扮 家中的装潢 或者使用的物件 如果追溯品味 taste的词源 它原本一直 与触觉有关的感觉 有探究测试 长一点来看看的意思 当然在现代 我们最直观理解的taste 就是味觉 不过在艺术鉴赏上 审美的品味指的是 可以隔着一段距离感受艺术作品 例如观赏画作 或者聆听音乐 并且做出好的判断 而所谓的好品味指的是 有能力思考 并且了解艺术作品的成功之处 也能够清楚地表达这些想法 进而找出该作品的好坏 以及背后的理由 举例来说 墨内的名作 睡莲 看起来只是一团团糊调的色彩杂彙 但是 行家就会理解 墨内作为印象派的创始者 真正让他着迷的创作动机 是光线 而睡莲描绘的就是他家的池塘 迷失在灿烂光线之中的景象 那么 鉴赏艺术的品味概念 能如何应用到 食物的鉴赏上呢 讲到这里啊 就要提到哲学史上 一个会让现代腹底大吃一惊的观点 就是 食物是不能被审美的 这种观点出现在三百年前 有两位18世纪欧洲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 这么认为 一位是修姆 另一位是康德 他们对于品味有很多美学上的探讨 而他们都想搞清楚的一点是 好品味 究竟是与肉体感官的判断力有关 还是纯粹的心智问题 修姆是客观主义者 他认为 美 蕴藏在人们关注的客体本身 等待人们自己去理解 而有受过训练的人呢 比起没受过训练的人 更能识别出客体的美 而康德则是主观主义者 他认为 任何人都可以做出有效的美感判断 而美呢 是存在于受过训练的 鉴赏者的心智能力之中 美感的判断 必须具备 意思是 某个作品必须能够让每个人都同意 他很美 而且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修姆跟康德的美学论 虽然出现了客观跟主观的对立 然而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都很强调 鉴赏者受过训练这件事 而康德对于被鉴赏的课题 更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就是这个课题 必须是人能够无私 或者隔着一段距离关注的对象 而这种客体呢 只能透过人的视觉和听觉来感知 那你想问 味觉呢 依据康德的说法 如果要评价食物的味道 就一定要把食物吞下去 让食物进入你的体内 才能够完整感知其风味 那么你吃的这口食物啊 就只存在于你的口中 而不具备普遍性 也就是说 每个人的饮食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 品尝食物是一种私密的体验 因为无法复制 所以和欣赏绘画啊 或是聆听音乐啊 是不一样的 康德进一步认为 一个人可以说食物令你愉悦 吃掉美味的食物总是令人开心嘛 但是你不能说食物是美的 因为食物不是可以被无私的 隔着距离关注的对象 所以被排除在美的范畴之外 而休姆也同意这点 讲到这里啊 你应该可以发现 正是哲学史上 把饮食体验界定为 私密的 个人的 导致我们认定口味的好坏 是一种主观的判断 只存乎一心 但是如果完全遵照 康德跟休姆的理论 我们根本不可能培养出 饮食上的好品味 这又和现实不相符合 比方说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那么多厉害的葡萄酒专家呢 美国的哲学教授沙拉伊沃斯就认为 休姆跟康德都在寻找一种 非常确切且特定的美 或许可以这么说 在三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对于品味的开法 已经有所改变 而促使改变的人 包括20世纪法国的重要社会学家 皮耶布赫迪二 他认为 18世纪启蒙时代所强调的 理性正确的训练 适当距离的关注 其实和品味无关 品味的好坏 纯粹是社会经济阶级的差异 对于布赫迪赫而言 食物当然可以作为品味见赏的课题 而且他认为 品味是一种养成对特定风味的喜好的能力 这取决于一个人 有没有机会体验各式各样的食物 如果没有 就永远无法学习辨别的方法 上层阶级 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 能够取得品质更好的食物 也经常学习如何品品料理 而下层阶级 却少有机会接受这样的训练 这里谈到阶级 其实有点敏感 但我认为 体验各种食物 并养成对于特定风味的喜好与鉴别能力 正是好品味的关键 那么 坏品味也跟这件事情脱不了关系 回到我们开头有关口味的主客观辩论 为什么单纯以个人喜好来评论食物是危险的 因为 你很可能会掉进坏品味的陷阱里 什么是饮食上的坏品味呢 莫斯教授说的好 他说 一个人饮食上的品味比较差 可能是因为 他比较喜欢标准化的食物 或者 不清楚自己的喜好 打个比方 这个人可能只是一直糊里糊涂的 吃着超商的排骨便当 或者是大卖场的冷冻水饺 而根本不知道 哪里有更好吃的排骨便当 或者水饺 我并没有说超商的便当 或是大卖场的冷冻水饺不好 我也会吃那些食物 我想表达的是 一个人最好能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 并且有辨别能力 那么 你能如何清楚自己的喜好呢 有一件你必须做的事情 就是不断地进行味道的认知觉察 不断地比较各类食物的异同 心中的那把尺 就会渐渐成型 假设有一个人 这辈子只吃过香甜的奶油玉米 当他吃到墨西哥街头的烤玉米的时候 一定会震惊于 莱姆汁 辣椒粉 大蒜跟起司还有香菜 交织而成的酸辣风味 如果因为不熟悉而忘下不喜欢的结论 就失去了一次学习的机会 而如果能够记住这个滋味 把墨西哥人的味蕾 储存进味觉资料库里面 你就多了一个玉米料理的比较基准 你为什么喜欢或讨厌某种食物 是以你吃过的其他食物 作为背景脉络的 那些食物也有助于你辨识食物的味道 那么所谓的坏品味 指的就是欠缺区别好坏的经过与原因 无视或不在乎标准 却拥有强烈的个人喜好 因此是一种故意无知 我们该如何避开坏品味的陷阱 进而培养好品味呢 以下是我给的几点建议 首先 遇到陌生的食物 请放宽心品尝它 就算不喜欢也别急着推开 这可能是打开胃里的机会 再来 看到不懂的食物名称 或食材和调味料 请上网搜寻 能进一步找书来看会更好 再来 你可以留意别人说好的食物 好在哪里 和自己的感受有什么异同 那方便的话 你可以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 同时练习描述食物的词汇 那你也可以去上品酒课 品茶课 品咖啡课等等味觉品鉴的课程 最后你可以看我的影片 还有买我的书 沃斯教授讲得非常好 他说 喜好不需要知识 但品味需要 我们不要当品味不好的人 在了解自己的喜好之余 也要了解好坏的标准 累积丰富的知识 透过不断的学习与体验 来培养好的品味 或许这才是爱吃的真谛 看完这集想问问各位foodie 你还会觉得食物口味是主观的吗 当你遇到跟人对于食物意见不合的情况时 你会怎么处理呢 你是 一定要炒到赢 搬出各种理论来压迫对方 还是说 Peace 尊重对方的口味 远离一切争执 还是 虽然表面没有说出来 在心里 你会默默的鄙视对方的品味 画一个叉 还是你有其他想法 都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 买我的书 订阅栗子的美食家自学支付频道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精彩的美食分享与平息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